大家好,我是設計師Sano 今次來到韓文田貫德院這個居屋單位 我們這個單位有五個裝塑單位進行 我們試試用五分鐘帶你走整個貫德院 看看我們每一個單位設計特點和裝塑進度 我們來到A座其中一個裝塑單位 我們這個位置會放鎖匙盒 這個鎖匙盒也是我們特意訂製的 避免了一些裝塑公司可能會把鎖匙亂放 這個單位剛剛就完成了木企工程 我們完成了一些天花項目 我們稍後會檢查一下天花有沒有做尺寸問題 或者隔掉對不對 然後我們剛剛也準備修了瓷磚 我們下一個動作這個單位就會開始鋪瓷磚 我們完成了木企天花之後 我們通常會上來檢查一下尺寸有沒有做錯 這個位置我們就做了一個粒槽 將會安裝兩隻玻璃的托門 除了這個粒槽之外 我們也會做一些生口的位置 在這個單位我們這個位置將會做到特色的隱藏門 在這幅電視效果牆裡面就會變得更貫切 更貴一一點 我們上方就做了一個燈槽 燈槽下方到時會放一些射燈來照射這幅特色的Panel 這個設計更加鎖匙 雖然這個單位是一個全拆的單位 通常在保護工程裡面都會做一些保護的動作 保護完整的項目 我們現在去A座第二個單位 我們現在來到第二個單位 我們看看這個單位有什麼設計特點和工程進度 這個單位的設計特點就是因為它的座向 原先的廳的位置會比較暗 所以我們為了增加這個廳的陽光光線 我們在這個大廣的窗裡就為了多拿一些陽光進來 我們在梳化背部這個位置也偷了一個洞 這個單位我們長生做完橙底 現在滲灰了 這幾天就會被它吹乾 我們在磁磚也送到貨 我們接下來就會跟黎水師傅夾一間磁磚的鋪發 我們在浴室這個位置改了一個門口 由本身在這個位置改到門中 變成我這裡可以挖一排大櫃 門口在這邊游 旁邊就是企鎖的位置 我們通常會檢查 我們在浴室的位置 臨浴間就會做全高的一個防水底 而旁邊我們最少都做一米高的 防水我們做三至四浸 變成護主人住得更加安心 場面來說 現在我們來到第三個單位 這個單位就是一個兩磅單位 我們這個位置 身後這個位置原始是選一間房間 但我們就採取了一個開放式的房間設計 令到我們這個景色就可以飽難無遺 這個單位我們就剛剛完成鋪磚的動作 這個就是一個開放式存房的空間 我們鋪完磁磚 我們這些電製位置也會開孔 電箱的位置也會開孔 我這次來檢查一下磁磚的鋪法 有沒有問題 還有電製位置有問題 這裡有兩個去水磅 這個就是企缸的去水磅 這個就是一個地台去水磅 我們都特意去到五金店搜羅回來 那就不會用傳統的那麼醜怪 在這個位置 我們就會戒原有地台磚 放在這個去水磅裏面 令到它更加貴一致 就好像這樣 現在我們來到第四個單位了 這個單位我們就剛剛鋪完地板 也都鋪完廁所的磚 我們可以看一看我們的設計 如何和裝修進度 Let's go 我們鋪完地台 現在是做保護 但我們也拆一拆看一看那個單位 這裡我們做了一個淺色的木紋地磚 這個單位主要找一個崩溝風格 那這個木紋地磚就適合風格了 那它的派法就三分一三分一這樣派 那就有多些層次效果更加立體了 那這個浴室呢 我們就玩一些比較型格的風格 那我們地台方面 我們選了一個防線程度比較高的一個石紋 淺色的磚磚 那到時洗澡的時候就怕水彈出來會滲腳 長生我們一個暈石紋的一個深灰色去做 那我們這次選這個磚就大幅一點 令到它鋪的時候那個縫口位就比較少見了 因為有些單位就可能用一些兩尺成一尺的磚去派 縫口位就比較多 難清潔難打理 那越大幅我們就覺得 越容易控制得到那個清潔的情況 那我們介紹完這個C座的三行單位 那我們現在準備就出發 就去最後一個的都是三行單位來的 那我們來到最後一個單位了 這個單位我們的設計空間 都會比較簡約時尚一些的 那我們現在就看看工程進度如何 Let's go 那這個單位呢 就設計師先別人去做設計的 可能我介紹到沒有那麼嚴格一下 那我們都測滿一下 我們看看洗手間先 這個位置我們同樣地 把廁所改到中間的把桶位置 我們背部這個位置 都需要做一個泥水箱 而就向那個震渠改位 那我們這個設計呢 就做得特別高一點點 那上面就容易擺放一些 顏茶杯啊 或者一些飾物類型的裝飾 我們這個工程進度呢 就去鋪磚的動作 我們看一下這個開放式廚房的位置 那我們有時候呢 就會將 見光位的磚呢 就可能買得大幅一點點 買得漂亮一點點 就鋪在這個位置 夾著在下櫃和上櫃中間 而下方或者上方 我們鋪一些簡單的磚 可能便宜一點 幫人省省一點點成本 效果大致上可以這樣做 那我們今次這條片呢 介紹完我們五個裝修單位 在這個貫德院裏面 我希望大家喜歡我們這一條片 多點留意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經常都會有影片updoe上去的 還有Facebook Page 那我們下條片見 再見